大家好 歡迎收看《進步人生》 我是譚之源 還有我 梁榮武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天氣如何啟發人生 武哥 今天我們的訪問正值 天色放晴 鳥語花香 我們就笑看風雲 天有不測之風雲 要懂得看天 學會做人 才是王道 其實我是沒有想著做天氣預報員 其實都是真的 我開始教書 接著都在太空館 接著覺得天文台有個廣告 就說請科學主任 其中一樣東西很吸引我的 就是會保送去英國讀書 我回來之後 我有段時間早培訓 有一位同事 我親手安排他去英國讀書 他畢業回來之後 我收到他的報告 那間學校的校長就說 這位同事 是我見過這麼多個科學工作者當中最出色的 他是誰呢 就是現在的台長 打風的時候 工作的情況緊不緊張 其實外面打大風 在我們的預報中心裡 就風平浪靜 甚至我們的心情都很平靜 我們有百多年歷史 今年一把四十年 我們見過的風浪真的不少 還有我們有些作業搜冊 同時打風的時候 我們是增配人手的 打風的時候 我們就有個專人 不停地看著雷達 看看颱風的發展 分析雷達的圖像 人用衛星的圖像 當然中間最重要的就是思考 在財賣會 我們也有跟不同的機構或大學合作 譬如中文大學 我們也有一些資助 給他們成立一些 關於氣候變化有關的項目 亦都對香港有不少的NGO 在這方面 我們也透過我們慈善信託基金 都有一些合作和資助 我們也希望在減費 和盡量利用再生能源方面 做多些功夫 譬如不要用那麼多膠袋 不要用那麼多積器的工具 大家都知道 但是怎樣去轉化整個行為 這個才是關鍵 譬如說我們怎樣去培用 小朋友對周邊環境的外戶 首先就是要喜歡那件事 你喜歡那件事 你就不想破壞它了 原來你知道氣候變化 對環境有很大的破壞 你就可以潛移默化去做一些氣候行動 現在我覺得很多人都認知這件事 但是我相信還要大家很多的努力 去將行動去深化 在你這麼多年的科學領域裡 你對人生的掌握 人生的變幻可能比天氣更加難預測 那有沒有幾句的體會 可以跟我們的獨家分享一下 這個節套問題 我想人定勝天 就是我們中國古代人的智慧 其實是一個激勵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 千萬不要迷信 你跟我的天鬥 沒得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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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天氣是很特別的 天氣是一件事 我們叫做有秩序的混沌 如果你完全是chaotic 完全是混沌 那就不用預測了 它是有秩序的 所以可以做預測 但是這個預測 不可以百分之百準確 因為它是混沌 所以我們盡做 你們都看到 我們的努力是有回報的 天文透露預測越來越好 但是可以說 永遠都不達到百分之百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防患未嚴 就是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這樣做 是會有一些很嚴重的後果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避免不要做這件事 現在因為膝蓋有事 以前我喜歡的那些 全部都做不了 以前你會打球 打籃球 打羽毛球 打Bandball 全部都 全部都來生再見 我現在唯一的運動就是游泳 年紀大 對這些東西是另一種看法 以前打籃球是我的生命 你說我十幾二十歲 二十幾三十歲的時候 不讓我打籃球 因為重傷而打不到籃球 我真的死了 現在我完全接受 沒所謂 我不能打籃球 我就看籃球 我不打羽毛球 我就看別人的比賽 可能就是阿武哥 這麼多年天文台經驗的心得 有一句成語叫順天安明 我可以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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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打籃球